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讲废话 但我有发现到 好像大家觉得我讲废话的时候 你反而更注意听 也会特别提出来说 好像老师都会在你的上课中 不小心穿插一些你人生的故事之类的 但我还是觉得 我不应该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的频道还是有我想要的宗旨的 所以这就不小心就切近了 我今天要讲的事情 就我这个频道的宗旨到底是什么 我这个频道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你可能会想我需要知道吗 我不就是来看你教英文 Yeah that's right 那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吗 我也没有觉得你应该要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应该要知道学英文的这一个步骤上来说 你应该很清楚 你不可能直接跳全英文对不对 对当年学英文的我来说 你要我直接跳全英文也是非常非常困难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你问任何一个移民 然后英文学好的人 即便是小时候 他可能母语是中文 像我的表弟就是这样子 他读到了国小毕业还是连国小都还没有读完 就也到了多人多去 然后一开始当然适应不良什么都听不懂 可是这没多久就起来了 然后他现在只会讲英文 你问他的学习历程 他可能根本就是模糊的印象 可是你要他重新想象一次 在一个不是你母语的环境下 你直接就进入了英文 这个全英文的世界的时候痛不痛苦 我会觉得他能够告诉你在他的回忆中 这不是快乐的事情 所以again 回到我们这边来 你既然是不能够进入 直接全英文的这个状态的话 那你的学习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当然知道终极就是你可以全英文 像我现在你丢全英文的东西 给我一点都没问题 我也会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那到那时候你就不看我的频道了吗 Yeah, that's right, that's what I think 好,回到定位这里 既然你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全英文的话 你是不是就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 先有一些阶段过渡性的东西 来帮助你进入全英文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吧 那你会说 那这个东西involve些什么东西呢 什么叫做阶段性 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举例吗 好 查中文字典我觉得就是 你不太可能一开始就阴音字典查下去 你可能会需要查阴汉字典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transition 你要把你的母语 把英文转回你的母语 才让你好吸收 没错吧 那你可能会不会看一些中英对照的东西 Of course,你会 好,所以我现在讲 甲肥猫教我的事情 在我刚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进入了全英文的环境的时候 学校压力是大的 因为我就是挣扎 OK 那想不想要把学校里面的科研弄好 当然会想 可是说实在那个时候 蛮无力的 使不上力 很像一颗非常光滑的圆球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抓住这颗球 因为你的手搭不上去 只要你的手逐渐越长越大 你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可是在还没长那么大的时候 包不住它 太滑溜了 那怎么样把这个手长大呢 那那个时候的我 那个时候的家里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移民过去 我们带了一些书过去 那个书就包括一整套的 加飞猫的四个漫画 那四个漫画里面字不多 它可能甚至 咚咚咚咚咚 四个里面一个字都没有都有可能 因为它四个漫画就是delivery的笑梗 那它可能光是图画就已经达成了笑梗的意义 所以它一个字都没有都是有可能 但它在有限的这些字里面 都是很贴心的中音有翻译这样子 所以 它的主人John 在把妹或什么这些的 讲了几句话 然后妹回了一句话 然后蹦一个笑梗出来 interesting funny 美式的幽默 那但是当时的我 好不好看得懂 还算OK 因为它有中文翻译 所以 嘉飞猫等于在那段时间 程度上救了我 说实在的 因为在我学校的课业 使不上力的这个状态下 可是我又很想努力的这个阶段里面 嘉飞猫变成是一个 我去摸它 而且摸了以后 能够有一点点给我反馈 并且有一点点增加我自信性的东西 以至于 它里面那些四个漫画的 我到今天都还能够回想起来 它的内容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 就是我真的能回想起来 那个嘉飞猫的漫画里面 那四个长什么样子 因为那时候就记得滚瓜烂熟的 然后里面的英文 到现在都还记得 第一个就是 好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 它对了 它对一只狗 那个狗就是 反正嘉飞猫的漫画里 也有一只狗的存在 那它不喜欢那条狗 还是一只 另外的一只小母猫 好像是小母猫 他跟那个小母猫说 哎呀好遗憾 你竟然这么快就要走了 然后小母猫说 我没有 我才刚到这里 我要再开始玩了 然后他就把它踢出去 然后笑哽的部分我忘了 我只记得 就是他说的这句 I'm sorry you should leave so soon 那个时候的我的 should这个字的理解 只有台湾国中程度 就是翻译成应该 那这句话怎么翻怎么不对 啊我好遗憾你应该这么早走 为什么是应该啊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should可以翻译成竟然 所以啊你竟然这么早走了 那事实上他没有要走 然后他故意把它递出去 因为他讨厌他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那个他那个主人John 他就常常去把妹 那把妹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第一句台词就很好笑 他就是啊不好意思啊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我诺贝尔和平奖的 这个奖章丢在这附近 刚刚啊就是用这种 用这种humble brag的 骗人的方式来说 来说一下说啊我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少来了对不对 所以他的不好意思啊的那个开头 就是excuse me 这我们都会 可是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他说excuse me but did you see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句子就结束了 我的关键我卡在哪里 我卡在but 怎么会有but 因为那时候台湾交都没有but 那我已经想不起来 那时候台湾交给我们什么 我只记得没有but 现在的我回想起来 他一定是excuse me句点 然后才接did you see什么什么下去 他把它分成两个句子 而这个部分为什么有but 现在的我当然教的会 这个东西 因为excuse me前面这一段是个起始句 excuse是一个动词 那动词开头的句子叫起始句 所以请你原谅我 那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诺贝尔奖奖章 那这边要不要一个连接词 当然要 所以原谅我之后话锋一转 你有没有看到我奖章 所以这个连接词是一个but 但当时的我看不懂 可是我当时我记不记得起来 记得起来 因为在那个时候加飞帽对我来说就这么样的重要 他需要我需要他当成是我连接全英文世界的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像是小朋友的学步机 ok学步机 你看过小朋友的学步机吧 他坐在一个像是 其实就好像 那个不叫婴儿车 对不起 就圆圆的 然后圆圆的 那个在圆的外围那边 下面是有几个轮子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座位坐在那 脚可以伸进去 然后他的脚就可以这样蹲蹲蹲 蹲的时候就能够移动这样子 那久了之后他就会觉得 喔酷喔 我其实就好像可以走一样的 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啦 学步机 OK 加飞帽帽的话 是我的学步机 那我也耳闻过小朋友用这样的机器 反而会发展出依赖性 他没有学步机反而不会走路 可是 我相信迟早 还是会的 因为你没有看到二三十岁的人还在用学步机 我相信人就是一个自然发展会去适应环境的 那适应环境之后学步机就可以不要了 所以加飞帽这个漫画 他陪伴我一段时间之后 我后来就不知道他跑去哪了 就没有印象了 就像我刚刚说有的人 从小去学 然后长大了之后 就会忘记学英文的那时候 的那个语言的转换的那个痛苦 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在你的人生中 也就是碰一下就过去了这样 所以学步机这件事情 在学习的过程中或许有重要性 那有没有依赖性 可能有 可是再往下看 我现在的人生跟我现在的英文程度 事实上看不到加飞帽对我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 没有 我反而很感谢他在那个时候 让我能够transition进去全英文的环境 他给了我一点点的信心 让我知道英文不是我怎么摸都不会有进步的 让我知道我不会怎么摸都没有办法 记任何的字进去 因为加飞帽里面的内容是我能够记得起来的 那中英文的搭配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 好 所以我今天讲这件事情就是 他的一个哲学道理就是 人生中有一些片段 他发生的当下你没有什么感觉 就像当年的我 对加飞猫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我就只是很习惯性的回到家 我忍不住 我不是忍不住要去翻阅它 而是我没有心情去翻学校的课本 因为我不懂 OK对我来说那太困难的 我不想去面对它 轻松一点的东西 就是加飞猫 轻松一点的东西甚至不是 Numa带了很多全中文的小说去 我甚至没有去翻那些小说 就中文的小说 因为我如果真的去翻那些中文的东西 那就是逃避 那就是完全的逃避 我连一个英文字都不想看 那就是逃避 我没有 我其实不想逃避 因为我需要去应付自己 就是我需要让自己 Immers进去学校的环境里 虽然说那很困难 那我所做的尝试就是 像是游泳的人先在潜水的部分 先试试水温跟 水温蛮奇怪 试试深度一样 所以我就会拿加飞猫起来看 因为我会觉得它至少是有一点英文的 它至少是我 跟我想要碰的东西是有一点关系的 所以我没有去把 三国眼影拿来看 OK 我没有完全的逃避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点逃避 或许是 所以当时我去一直去 I resort to 加飞猫 Guardfield 没什么感觉 但是我现在事后回忆起来 我发现它其实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讲回我的频道 我希望对你来说 我的频道就是当年对我来说的加飞猫 我希望我可以提供一个 学步车的一个概念 能够让你慢慢的进入 全英文的环境里面 等到你可以很舒服的阅读全英文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求你不用再回来看我的频道了 因为你不需要我 可是我很希望在多年以后 说不定你能够想起来发现到说 破老师当时对我的帮助就是 牵着我的手进入英文的世界这样子 也没有说很希望了 如果你就把我忘记了 我觉得这真的也无所谓 就像我现在把加飞猫也忘的差不多一样 我要是没有经营频道 我也不会想起这些批示 要是我今天没有经营英文教学这一块 我如果今天变成了一个工程师或什么这些人 因为我加飞猫对我来说 那就是一个外国的漫画很好笑 那你以前看过吗 好像以前小时候曾经家里面有一套翻阅过 我也不会去回想说 他在我的英文进步的过程中 是多大的一个推手 I wouldn't think about that No 因为对我来说 那样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今天是英文教学的一个人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也希望 总之我希望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频道的定位就是一个学步车的定位 我可以带你进入全英文的世界 那等到你到那个阶段之后 我就会非常的恭喜你 我也会觉得我的任务就达成了 所以如果说你很爱看我的影片 我很感谢你 像宇薇这一位同学 薇宇 对不起我把你名字两个字讲颠倒了 像有一个同学叫薇宇的 他现在好像很努力的在看我这400多影片 每一部看完一次 他就写一个Thanks Paul 我很感激你这样子看 那我也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我也会鼓励你在看我的东西之余 你无妨再去多摸一摸全英文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要可以慢慢慢慢的 更舒服的看懂全英文的东西才是对的 要是没有的话我会觉得 I fail you OK要是你没有觉得全英文的东西有任何的 有任何的就是看起来觉得有轻松一点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帮到你 OK我希望是有的 我希望是有的 或许你可以让我知道 所以其他的同学也是一样 希望你可以让我知道我对你的英文是不是有帮助的 如果没有的话我会愿意再调整我的方向 那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有 因为当年的加菲帽对我来说有 所以我也希望我这种中英文混杂的这种英文分享的方式 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好说到这里大概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